我們剛剛講完 TalkBox 後我以為是最後一個 結果沒想到我還忘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Filter 類型效果器叫做 Filter Gate 然後這個效果器非常實用 然後它也是在我們的 Modulation 這邊有一個 Filter Gate 然後我覺得在你可以把它 我直接示範給各位看比較快 我剛剛打開後我現在也是用這鬼 Pad 來做示範 因為這樣很清楚你就知道它效果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更動就預設值 然後我現在按一個和弦 原本的聲音是這樣喔 然後你可以利用 Filter Gate 產生各種不同的 Pattern 然後所以我們就可以先來示範 Pattern 的變化 譬如說換別的 然後誇張一點的 有沒有 然後 Trance 的 所以如果你在做電子音樂的話 這個效果器非常實用 有沒有 然後我們現在回到最原本的這樣 然後我們來示範中間的參數有什麼變化 第一個 中間參數我們最後再講 我們先講右邊這邊 你可以選擇你的速度 然後是按照拍子 譬如說現在16分音符 然後把它變成2分音符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為了方便說明 我把它變成8分音符好了 然後再來你可以調它的 Swing 有沒有 就會有 Shuffle 的感覺 還有 Swing 的感覺 好 大家就會這樣 就應該很清楚知道這邊怎麼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中間這邊 第一個你可以去設定你的 GATE 的參數值 那這個 GATE 的參數值 因為我們現在用八分音符 各位就比較清楚 如果我現在持續按著我的和弦 有沒有 ATTACK 跟 HOLD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 GATE 的那個長度 雖然是八分音符 可是 呃 它還會有長音跟短音的狀態 產生的不同 還有 你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 漸進的感覺 這個 ATTACK 譬如說 有沒有 那 HOLD 就比較長 讓你的聲音比較長 但是最長也不會超過八分音符 有沒有 那譬如說如果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把它改成 二分音符的時候 它就會有點像 配的又會有一種 有沒有 抖動的感覺 流動的感覺 流動的感覺 流動感 對 那 RELEASE 是放開的狀態 那它讓你的 呃 整個波形 整個律動更流暢 然後所以你可以利用 GATE 來做設定 你可以讓它很短的 跳跳動感 或者是 有沒有 然後我們把它開成八分音符 好 所以這樣各位應該就知道 你這邊可以去設定你的那個 整個節奏的流動感 然後 然後整個 大概這樣就知道了 好 然後繼續下去 然後再來看這 FILTER 這就更沒有問題啦 因為是CUT OFF 你可以調整它的音色的狀態 然後 L.P.LOW PASS 然後換到 PHASOR 就左右兩邊有立體感 有相位的感覺 當然最常用到還是LOW PASS 但是各位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個效果器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最下面這個 MODULATION 因為你會有 LFO Steps 然後你會產生很有趣的效果 然後這個 LFO Steps 是你從有 RANDOM 然後再 2 Steps 到一直到256 Steps 它就會在我們的間隔當中會產生出一階一階一階的感覺 然後我們聽聽看了 我們現在先用四 Steps 來做示範 目前是沒有變化 開始有變化了 有沒有 Envelope 打開 就沒有那麼誇張對不對 好 好 好 如果把 Cut Off 關低 Envelope 打開 就還會聽到效果 有沒有 就這樣就有了 很明顯 如果 我如果 Cut Off 打開到最大的時候 這個就沒有效果 除非我要把它變負 可是負也沒有 負到最大才會有 好 所以我們 Cut Off 可以取大概中間以下 你讓它效果明顯的話就可以這樣子 好 那目前來講 我的 LFO 射到最大的值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Steps 變化 因為它重點就在這裡 你可以產生出另外一種效果出現 原本的聲音再加上另外一種效果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八分音符喔 那 如果把它變成十六分音符的時候 各位聽聽看喔 有沒有 就聲音就變得非常的明顯 因為它越來越快 越來越密集了 好 那如果是你把 Cut Off 關到最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最低頻就會不會有聲音 我現在按著了 有沒有 好 現在完全沒有聲音 好 那因為 Anvil 開的太低了 它就會變這樣子 有沒有 那我們開短一點 還蠻好玩的齁 好 所以到這裡就是你會發現這個 Modulation 跟 Filter 這個 Cut Off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它會讓你的整個效果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以及讓它變成比較低頻的在震動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散用這個Pattern 然後加上 加上 有好多好多玩法喔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我的那個頻率到最低了 有沒有 現在什麼按都不會有聲音 它會有一個循環才會出來 有沒有? 現在就出來了 循環到一定的時間就會下去了 這就是所謂的 Filter Gate 各位趕快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還蠻好玩的